回收寶特瓶变身成为主筒 双门一开 还有无数只的蚂蚁爬上须弥山 基隆岁莫祝福 入口处的这个法器很吸睛 想要传达的概念是聚善传法 毛钱的力量是造就慈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因 所以我就觉得主筒来做这个外观 那红法立身 是一个铃铸山上的说法台 那由上人的引领 那地址的跟随来上 上乘佛道下化众神 迎接久别的民众到禁司堂团聚 志工把会场装点的极有年味 抽签区志工卖力推速 那太棒了 感恩菩萨 祝福 如同回娘家 善的声音响叮当 双溪国小弦乐团也大展才艺 除了让他们有展演的舞台之外 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也可以来感受 不同的宗教的气氛 然后学习感恩祈福 或许受到疫情稍有回温的影响 参与人数不像疫情前那么踊跃 但志工仍用满满热情 招呼社区民众 十年前的车祸 有受过实际的干忙 所以我觉得来回到这个慈祭的睡末祝福 来回娘家的感觉 慈祭的师姐那边我都会就年底到了 我都会问她什么时候有睡末祝福 新年有去看到每年那个慈祭 社会上做的事情都很感动 以往来每次都是有满满的感动 对 然后今天也是不例外 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 也介绍战争的残酷 希望我们明年的话 就是世界能更好 战争能赶快结束 两天四场超过两千人与会 众人心念一致 祈求新的一年天灾人祸不在 社会平安祥和 戴新闻至上美之工 基隆报道